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说起柚子呢,相信小伙伴们都不会陌生 而柚子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那么就在前段时间呢 柚子有过这样的一次挑战 视频里他做到了185连胜 KD更是高达2000多 单局淘汰了135个人 这样的战绩,全网还没有几个主播可以做到 于是呢,便有了一个叫什么兔神的解说 说柚子的135连胜有水分 说柚子单局淘汰了135个人,请了演员 全部呢,都是直播的效果 因为在视频里,柚子击杀的是四个认证主播 而且来自不同的平台 而这些主播竟然贴脸都没有打死柚子 而且当时的柚子还在换子弹 这没有放水呢就有鬼了 这个兔神杰说对柚子的实锤啊 存在着两个观点 第一个,柚子的确请了演员 而这些认证主播和柚子同属于游戏主播圈 为了直播效果呢 大家为直播间的小伙伴演了一场 这样做不仅显得柚子实力如挂 更是把直播间拉上了一个高潮 第二个,柚子没有请演员 人家的实力就是这么的厉害 但是如果是第二个可能 这个视频也就没有任何的争议点 更激不起大家评论点赞的欲望 同样也就没有播放量了 做视频呢,讲究着一个制造矛盾点 错诚解说的每个视频都有矛盾点 他呢,把这个矛盾点无限的放大 他说柚子请演员了 引起了所有小伙伴对这个视频产生争议 于是播放量,点赞,评论就都有了 就像我说的 主播给你看到的就是你想要看到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假的有的时候也可以是真的 但真的有时候也可以是假的 听不懂没关系 等你长大了就会懂了 我是零七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